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下午四点到五点钟为您播出的走吧去旅行 请跟着我的声音一起来感受旅游的精彩以及生活的美好 今天来到的单元是旅人故事书 哇我想很多的朋友啊对于日本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但是日本大家的第一个选择会去哪里呢 会去东京会去大阪去京都去个神寺等等等等 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一个 我想是在电视新闻当中 我觉得这个地方距离台湾它并没有太遥远 然后在情感上跟台湾也有深深的连结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力量 我觉得常常会觉得台湾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心 很愿意帮助别人 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上也非常非常的被大家感念在心 就是日本的岩手县了 我们看到一本书是日本岩手掌心上的奇迹旅程 在这边他发现了36个美景里的感人故事 一起学会生命的坚强 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就马上可以联想311的日本大地震 我想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上 那时候我们在电视新闻里 或许我们不是在当地 但是我们很真切的感受到那里的灾民的辛苦 以及其实事后还蛮多日本的朋友 不管是写信啊 或者是很多的采访 都可以感受得到日本人对于台湾当时的 伸出援手的一些援助的感念 那这本书呢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真实的 记录了岩手县的朋友们 在当地不管是他们重建的一些心情 或者是回忆当时的那种心路历程吧 今天在现场开心邀请到的 我想他是非常资深的记者 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岩手这么多次 同时哇他已经走访过世界30多个国家 造访日本大概有50几次了 我觉得真的是怪不得他跟岩手县 有这么强烈的直接的连结跟渊源 在现场就是王小玲 小玲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美丽的佳安小姐好 哈喽你好 我想一开始就请你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 让你跟岩手县牵起这样子的渊源 让你想要来写这本书啊 是 在2011年3月11号发生 东日本大地震之前的半年 我刚好就应允计会到那边去采访 那当时对那边美丽的海景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结果没想到半年后 就是在3月1、3月11号的时候 就看到了 在电视上新闻就看到了 那样子的海啸的画面 那当时心中感到非常震惊 那也多次跟那个岩手朋友在有一些接触往来 然后了解一下要知道他们复原的情况 所以后来在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 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在回去看他们复原的情况 然后也了解到他们复原的这样子的生命力的感动 所以我很希望把这样子的 他们这样复原的情况可以表达给台湾的读者 我觉得小林很可爱是你用很 我觉得你用你的文字 然后你在地的采访 然后用很多的故事来分享那些居民的行程 其实大家如果翻开 我觉得很可爱是他的目录 其实就分了好几个线 接下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 不管是来分享这些小故事 在开始之前我也很好奇 大家既然要去玩嘛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 不管是去走走晃晃的时候 岩手线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要告诉大家 这边的灾民朋友其实很欢迎 这边的朋友们不是灾民 这边的朋友也很欢迎大家来玩 我很好奇是为什么它叫岩手 其实是有一个小传说对不对 是 我首先要先说明一下岩手线的位置 它就位在日本东北地区的东北方 我们都知道日本东北其实对于日本这个国家而言算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区域 地理位置来讲它不是这么的集中就是了 对更何况它是东北的东北 那其实台湾人过去可能对岩手线比较陌生 那可是就是第一次听到岩手这个名字通常都是在311的时候听到的 那岩手的这个就是岩石的岩手部的手 它传说就是在在很多年前就岩手山爆炸 火山爆发 又飞来三块石头飞到了圣钢的某一个地方 然后当时这三颗石头就是很直挺挺的就躺在这个很巨大的石头就躺在这个很一片平地上 所以大家觉得这非常神奇这是神迹 所以就把这边就建设了一个三十神社 那后来呢就有一个鬼啊 当地就有个鬼就在当地作乱啊 骚扰村民 那村民就祈求三十神社的神民可以帮他们把这个鬼抓起来 然后神民听到了村民的祈愿 于是就真的办到了 那大家就把那个鬼啊就抓住了 那鬼就说拜托放了我啊 村民就说好没问题放你没关系 可是你要保证你再也不会再来作乱了 所以鬼就就等于是压了手印 打他的手印就印在那个三十上 三块石头上 然后我就说以后不会再来作乱了 村民才放了那个鬼 那村民就非常的开心 所以就三杀三杀 就是后来的岩手县一个很有名的夏日的祭典 三杀五的由来 也是日本的东北地区的夏日四大祭之一 哦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鬼他基本上就是跟你打勾勾盖印章 鬼的手印就是保证我不会再来捣蛋了 所以这也后来延续成之后 我们夏季的这个三杀祭祀的祭典 那所以你有参与过这个祭典吗 有那个三杀祭典我看过 那是我看过日本最有趣的祭典 就大家一边跳舞一边打着太鼓 然后我就嘴巴一直喊着三杀三杀 就整个热情活力让你整个觉得这个热血沸腾 所以你当下去的时候是可以跟他们一起玩的吗 如果游客去话 可以一般游客都是在外头看 但是他也有些活动可以让游客一起体验 OK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祭典都反映着这个地方 他们的一些在地的文化 那我要说其实在延首很有趣的是 除了这样子三杀的一个很热闹的祭典之外 在另外一个区域叫龙泽村 它其实每年有一个跟一般的祭典很不一样的 叫做恰恰恰恰恰祭典 它反而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祭典 因为呢 也首先就自古才马 所以他们为了感谢马 他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传统 就让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一般的祭典就是为了人 为了祈福 可是那个祭典是为了马 为了马 为了马 希望马可以健健康康的 然后就让马打扮得非常漂亮 比人还要抢眼 然后马才是主角 对对对 就从龙泽村走到了圣刚 然后一路上呢 你就非常安静 它完全没有像 就完全不同于其他日本祭典那么热闹 就有些跳舞啊音乐什么的 它就非常安静 然后你就会只会听到马的脖子上 它系着一个铃铛 然后发出了恰恰恰恰这样的声音 所以叫恰恰恰恰马祭典 哦好酷哦 它是一个在非常 它整个路径是在一个乡下的地点 然后 所以两旁都是稻田 对 所以 对你说对了 所以我们像我想要拍照嘛 我就会到那个稻田的另外一边去拍照 然后就看到 远方就是马 然后 很非常安静的 经过那个稻田停梗间 然后就发出恰恰恰恰的声音 你只会听到恰恰恰恰的声音 以及大家拍照的那个 按快门咔嚓的声音 这么可爱 而且那个画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很优美 很朴素很安静 然后你会很佩服日本人 他们的整齐清洁的态度 因为是马的关系嘛 那马一定会有一些便便嘛 可是 立刻后面就有一队那个 打清扫大队 对的清扫除愤大队 那只要马一走过 只要有那个便便 他们立刻就清理 所以走过之后 立刻完全不留痕迹 哇 真的是 你知道日本人做事情 其实就是相当的严谨 是 你说这个 chaku chaku的这个节是 是在几月份 龙泽的五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初夏的时间 然后刚刚提到的那个三萨舞技是在八月 所以这两个月份 如果大家安排去严守线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去感受一下 会有不同的基点看 这个好好玩喔 好 所以其实你去严守六次以上 对不对 对 就每一次去的时候 其实都看到不一样的一些人文风景 是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就是小玲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其实从这一次的严守 你特别会写这本书 我觉得也很好奇啦 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来记录 其实一开始是采访的机缘嘛 然后让你认识当地的人 当然在三一之后 你跟他们有了一些连结 同时也关心他们的近况 那为什么会想要把它做成这样子一个 嗯 三十六个故事的 我觉得对你来讲是一种记录吗 还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关于首相的书 嗯 然后就后来因为去了严守很多趟 然后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些严守一些感人的事情做一个记录 那就想到说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了首相的东西啊 然后我就应该把这些东西做个连结 那比如说像那个 我说提到的IGR银河铁道 我就觉得它像是一个感情线 因为当地人他们本来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个小英说的首相 就是看我们首长的那个纹路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书名叫掌心上的奇迹旅程 掌心上的奇迹旅程 这就是我希望透过这样掌心的这样子的说明 把那个这样子严守的一些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像那个IGR银河铁道 我认为它是感情线 就是因为本来这条铁道本来是要被废弃的旧铁道 可是当地人因为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是靠那条铁道 他们对它非常有感情 所以当地人就决定延续这条旧铁道 然后也广为征求命名 他们就用了当地人 他们最喜欢的作家就是公泽贤志 公泽贤志的故乡就在严守 那公泽贤志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 叫做银河铁道 所以就用银河铁道来作为 IGR银河铁道的名称 我就把它认为它就是掌心上的感情线 就是我们手掌上的横的那条线 叫做感情线 然后另外一条是三路铁道 它是在海边的三路铁道 那其实三路铁道应该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小海女那一出日剧的时候 就有出现那个三路铁道 那三路铁道他们当时在三一海啸过后呢 也是其实也遭到破坏 可是因为它就是铁道嘛 所以它的地基是比较高一点 也比较完整一点 所以当时很多灾区里面的民众 他们是沿着那个三路铁道的铁轨 走出了灾区 而且在遭受到这样子大自然的 很大重大破坏之后 他们即使在当时很为难的情况 他们还是极力的尽快的恢复通车 因为对于当地人也只要看到了火车 就等于看到了希望 所以我就把它认为 它就是手掌上心上的神秘线 那包括了我们手掌上还有一个神秘线 那这个可能比较不好辨识 那在岩手县因为它是位于东北的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叫做原野 然后它有些比较神秘的传说 比如说像河童啊做副童子啊 所以我就把它归纳为它这个神秘线 那加上当地的因为保留了很多传统的手工艺品 包括了铁器啊篮篮这些 所以我就把它认为说它就是智慧线 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沿着这四条线 来跟大家分享严守的一些故事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永恒的感情线开始好了 对我觉得感情线这是其实就是小林想讲的IGR的银河铁道 对不对 是 IGR的银河铁道这个银河铁道这个名称非常有趣哦 因为它就来自于公泽贤志的银河铁道这个作品的名称 那银河铁道也许有人看过 也许没有正式的看过这个故事 可是其实多多少少我们都受归它的印象 比如说像宫崎骏的神秘少女中呢 就有一段其实跟是受到了银河铁道的印象 有那个千寻他搭着那个火车 海上的火车 对嘛 然后上上下下都是那种半透明的人 那不是人 就好像是鬼怪但又不像鬼怪 有点真实又有点虚妙那种感觉 对 然后像就像那个公泽贤志 他的银河铁道里面书都描述了 其实其实上上下下的其实也都是亡者 我觉得他有点像把人生就是反映成像烈火车一样 上车下车嘛 总是有上车 总是有下车 对 这是公泽贤志他很有趣的地方 比如说后来我就去跟他出生的老家去看 然后他的门口就写着说 我现在不在家 我在下面的田里 那让人感觉说 公泽贤志他只是现在不在 他其实还在这人界 他也许只是搭上在下面种田 或者是他搭上了银河火车 银河铁路的火车 他去别的站了 对 他留下了让大家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是的 然后又加上公泽贤志 他之所以跟当天我觉得 特别跟他有一些情感连接 也是他在他出生于1896年 那一年也发生了大地震 也发生了大海啸 然后他始于1933年 他其实还过世蛮早的 那一年也发生大海啸 就是他死了那一年跟他出生那一年 刚好都发生了大海啸 所以就是 有一个海啸密码的感觉 对 你当时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说 怎么会这么巧 这巧就觉得全身几皮疙瘩 对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 尤其是其实这个铁道 跟他不管下的作品 或者是 其实日本人真的对于铁道 是很有感情的 很多的东西都会从这个元素里面 没错 那如果喜欢公泽贤志的朋友 如果到严守线的话 其实是可以看到 很多公泽贤志的一些记录 一些主机 比如说在圣钢 在花局都看得到 OK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下一站 我觉得在这个银河铁道当中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有哪些啊 因为我觉得 其实你分享了好多好多的故事 让我 好 我先讲我好了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有一站叫青山站 农夫主厨蔬菜师 其实我觉得每次游客到一个地方 民以食为天嘛 总是要吃东西 那来到这个地方呢 你就会想要尝尝在地的美食 当地的人到底都怎么样生活的 然后大家都吃些什么 我觉得这篇其实你记录了一个 他们这里的人的一些生活形态吧 我想 是 嘉莱说得很好 其实 其实 常常一个一趟旅程的回应 其实你到后来在回想 其实都是当时你吃了什么很好吃 或吃了什么东西不好吃 其实这个回应其实是 往往比那个景点还让人印象深刻的 然后在岩手呢 因为一般人在对于岩手的一个美食印象都会想到海鲜 因为岩手它靠海嘛 所以它的确海鲜很棒 可是它因为它的位置在比较北边 所以它的蔬菜其实品质都很好的 可是蔬菜的话你就必须到当地去吃了 应该在IGR银河铁道他们社长叫居池社长 他就认为说应该要把这样子的蔬菜的在地的地产地消的蔬菜的概念分享给游客 所以它就在盛岗站以及龙泽站 它就开了两间餐厅 IGR银河铁道它开了一间餐厅 游客在等待车的时候就可以过去享用他们在用在地的食材去做出来的料理 所以你说这两间餐厅就在这两个站里面吗 对对对 OK 很方便 所以在等车啊或者是说特别来到这一站 其实你可以去品尝一下他们用在地的蔬果食材 是而且他们所谓的蔬菜是其实这种概念 其实真的也值得跟台湾的听众朋友分享 它其实就是用了有所谓的四九四这个概念 那当然四九四大概会比较有概念就是说 这是什么样的料理然后搭配什么样的红酒 对 那叫四九十 四九十 然后他们在日本他们现在有一种所谓的叫做蔬菜师这样子的 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叫蔬菜师难道什么菜就是他是蔬菜的的老师吗 所以他很了解每一个蔬菜的生长过程 也是没错他就是等于是他必须非常了解蔬菜然后知道说这个这个大地种出来的蔬菜的品质 然后不只是了解蔬菜他还必须懂得料理他知道说用这个蔬菜他知道要怎么样做成什么样适当料理最好 然后可以表现出他的美味跟他的品质是最好的 而且其实这种概念很好另外一个很好的是因为现在因为农改的关系我们吃到很多的蔬菜其实都经过了一再改造 是 经改良等等的 比如说以台湾的党饿来讲好了你现在吃的党饿你会觉得说并没有党饿味 对因为他可能怕那个操菜的鼻或者是大家在种植的时候就做了一些调整了 对一再改良反而失去他原本的味道那原本的菜会就不见了 那这位蔬菜师呢他本身其实叫他是一位医师他告诉我说 嗯其实他最喜欢的蔬菜就是在地原生的一些蔬菜比如说冠上了当地的地名的蔬菜那种品种 他是最喜欢拿来利用的 他当时就交了很多蔬菜知识 嗯那而且呢不只是蔬菜师他懂得如何去呃做出这样蔬菜的一个一个配方吧 他说是配方因为他有一句话很可爱他说让我来开蔬菜处方给你 他真的是一位医师 对他是一位医师而且他我后来就是跟他采访过程之后 因为我一直听他讲蔬菜嘛听他讲的荣光幻伐这样子 就兴致勃勃然后最后我就忍不住问他说那请问医师您到底几岁 很冒昧的问可是真的很想知道因为他嗯就就是感觉上他很有直立 感觉他很有活力这样子但是感觉上他应该是一个很有智力的人 但是就是他又充满了活力然后就问他他就说他已经五十几岁我就非常的讶异 我就这我就觉得说吃蔬菜真的是有益健康 养言美容对没错没错 OK这是最天然的动灵方式对不对 是的然后蔬菜师他开出了蔬菜处方之后然后再结合 呃结合呃主厨来呃做出适当的料理那主厨他也另外工作是他必须找出适当的蔬菜 于是就是呃你会感觉到这个这个地产制地消的概念呢有有结合了从这呃从生产的农夫到呃知道如何去搭配他的蔬菜师 嗯然后到如何去料理调理出美味的蔬菜料理的主厨这样子三方的搭配哦哦 你会感觉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简单的蔬菜料理可是他们就会这么认真的去对待他嗯而且非常的严谨的去规划 甚至是他会去搭配做研究了解每一个蔬菜他应该做什么样的功用然后每一个蔬菜应该保留他原本的真实的味道 是的然后而且要去享用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到爱聚和银河铁道的圣钢站的外头你就可以享用得到 真的哦你看铁道多多棒啊就是一种不管你是用一种轻旅行的方式在走这个铁道然后你可以在每一站去探访他们每一站的一些不管是当地人想要带给大家不同的味道 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来走走这个铁道接下来还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哈喽欢迎回来走吧去旅行我是佳安今天很开心哦在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资深的记者 同时还是这本书日本研手掌心上的奇迹旅程的作者小林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对于研手的一个感触跟观察 其实从你的书里面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你实际去采访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你用我们掌心上手掌上面不同的这个生命线啊感情线啊神秘线智慧线来为你的书做出一个分支 然后和大家来分享研手的故事我们刚刚聊到的是你第一条线感情线 IGR的银河铁道我想日本研手线的朋友很多人真的是沿着这个铁道在生活着 对不对从这个铁道也衍生出了很多他们好玩有趣的事情 刚刚提到的是那个蔬菜师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应该也算是一个很新的发现吧 我们有听过嗜酒师应该很少听到蔬菜师下次真的有去这个盛岗站的时候真的要吃一下 所以不要错过每一个站我们继续往下面来走 如果来到澳中山高原站的话我们可以找到狗站长是吗 是当时呢我去第一次去澳中山高原站的时候是碰到第二代的狗站长 所以就听他们讲一些关于第一代狗站长的故事 第一代狗站长那时候其实也是无心插流 就是他们当他们的债务员他们也他养了一只狗 就很聪明很可爱啊大家就很喜欢他 然后后来就是银河铁道也觉得说他真的还不错 我就把他就为他做了一套制服 战场的制服让他穿戴上 他就觉得非常可爱到很多人 其实澳中山高原站是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小站 可是大家就为了看狗站长特地前来 当时呢在和歌山 他就变成他的小明星了这样子 当时在和歌山的桂枝山也有一个猫站长 叫做小玉 然后大家印象应该都很深刻 然后就一北一南一狗一猫 当时就是互相看 就感觉要来搜集看完狗站长之后 要赶快下去看一下那个猫站长这样子 然后附带说明一下澳中山高原站 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站 他这个建筑物就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小木屋的感觉 就很梦幻很欧式 然后又有又因为有了那个狗站长 所以当时一时引起轰动 可是因为真的是狗站长就是 我觉得真的是太吵了 因为他接待游客 然后所以你看因为他有名了之后 狗站长反而太忙了之后呢 对所以就太累了 很快就阵亡了 好可怜哦 他讲那个小玲讲的是事实哦 阵亡的意思是就拜拜了 对他就走了 所以现在已经到第几代了 现在后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第二代 第二代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并没有穿上站长的衣服 那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不穿上站长的衣服呢 他们说因为他 因为他还没有正式成为站长 他只是见习的站长 就是实习的就对了 还有分实习站长 为什么 对我就去 后来我就去问银河铁道的社长 说为什么不让他变成站长的穿上制服 就可以有游客来看他来跟他拍照 吸引很多游客来有什么不好呢 结果他们社长给我一个很震惊八百的答案 他说不行他不够聪明 不能毁了狗站长的一个招牌 你看第一代的站长 那个聪明伶俐 然后非常的专业的形象 深植人心啊 没有人能够取代的感觉 这也让我感受到 他们对于这种动物站长 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看待 并不是说你可爱你就可以当站长 不是只要一个花瓶哦 你要真的能够发挥站长的功用 第一代狗站长 然后听说他就是会有客人来 他会有游客来他会带他去 就是会带他去那个检票口啊 这样会做这样子的一些 很聪明的一个动作 招待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第二代狗站长 我第一次去看到的是第二代 然后后来我回来没多久听说 他可能真的不够聪明 他被车撞死 战长被车撞死了 第二代第二代 OK好所以瞬间又换了第三代 所以你再去的时候 再去的时候又看到了第三代 那第三代应该也要有一个心路历程 很辛苦的过程 他应该也没有这么快可以当上站长 培训中 我培训中也还没有当上 大家如果看到书里面的照片 这个狗站长真的非常的可爱 戴上了这个小帽子之后 现在去其实还是可以看到 可爱的见习狗站长 而且就是那个眼神是种种有神 感觉他真的懂些什么 告诉你来这边赶快从这边走 来这边检票 对你就看到 可以抖车了 狗狗就在那个检票口这样子看着你 超疗愈的 哦好可爱哦 而且他就是像马尔基斯嘛 对 OK 所以他也不是大狗哦 是小狗 对 嗯 所以来这边算是一个地标了 如果大家有来到这个站的话 可以出站一下下 跟狗站长拍个照 对不对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海边的生命线 三路铁道 三路铁道其实台湾人对这个铁道 应该就相对的 比较熟悉一些些 对 日剧的小海女 是一开始大家从日剧小海女 可以看到这个三路铁道的美景 然后因为也沿着这个海边 那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是三路铁道的那个 三路铁道就沿着三路海岸线而见 那个美景真的是无话可说 你当时是不是被这个美景 所以吸引着 让你退眼首先 对所以才会一去再去 然后也很 也就很想关心说 他们入后续的一些状态 真的 好我们来到九瓷站 这就是小海女的故乡啦 对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 其实有点冷 然后海女也还没 因为首先要介绍一下 就此小秀海岸的海女 其实是日本他们说最北边的海女 因为在更北太冷了 其实没有办法下海 所谓海女他们就是自己 他们就是不带氧气筒的哦 他们就直接就是直接下海去 所以不饶海蛋或者是一些海鲜 所以他是其实具有危险性 而且又困难的一个工作 那其实也是面临了断层的危机 那后来拍摄的日剧 小海女之后就有很多观光客来看 想要来看海女 所以慢慢带动了当地的一些海女经济 有很多观光的收益 其实当时拍摄的小海女呢 也是因为想要振兴复原 当时的那个三亿之后的情况 是是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个 想要告诉大家这个地方 透过一些影像啊 或是故事 让大家更了解这里 是 那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当时当那边 其实也没有 还不是冬天 我记得是五月 那个空气还是冷的 都想象说海女她在海底 应该是更冷的 是不是可以想象出 那个艰辛的感觉 的过程对不对 对对 好 那我们讲点轻松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到这个 小海女海边这边 总是要有一些 因为既然是靠海嘛 就有很多的海鲜 对不对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边的人 他吃的是草莓汤 草莓汤是什么啊 对 我当时在那个 罗鹤庄也是 首先介绍一下 罗鹤庄这个旅馆 我大概去了 住了两三次吧 然后其实他也是一个经过 也是一个三一 因为他就位在海边 他的海景非常的棒 非常的赞 然后早上你就可以躺在床上 或者是一边泡着泡汤 然后一边看日出 他就是这么 好享受哦 对 可是他就是因为这么的靠近海边 所以当海啸来的时候 他也没跺过 他就也是被 也是之前海景第一排嘛 对对对对 第一排 第一个那个被海啸 吸击到 然后后来现在已经复原了 已经振兴了 然后我记得我到那边用餐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说 这一道上的是草莓汤 我一来觉得说好惊喜 我第一次听到草莓可以煮汤 二来因为草莓嘛 大家都知道他煮了之后 一定就是会黑黑烂烂的 就打开那个汤碗 你看到日本那个 那个漆漆的那个汤碗嘛 就上面有盖子 就打开一看 不会还是鲜红的啊 怎么会是这个草莓呢 然后一吃 它其实也不是水果 它不是水果 它是什么 它是海胆 就是海女会去捕捞的海胆 所以草莓汤 那他顾名思义 是因为他的外形 长得像草莓是不是 对就是说海胆煮了之后 就是红红的 然后那个形状就很像草莓 所以他们把它叫做草莓汤 就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来吃水果大餐 就不是 对 它是一个 对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逆称 就是很可爱 对因为照片里面看到的这个 也是非常的特别 想说 还有海凤梨啊 海凤梨对 海凤梨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就是 它其实就是 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海鲜 长得很奇怪 它长得有点像凤梨 可是也不完全像凤梨啦 可是它的形状就是那个 一个一个凸凸的 当时我在海岸的时候看到一个渔夫 他刚捕捞了那个海凤梨 然后他有切片让我吃吃看 真的是 就是海味非常的浓厚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下酒菜 下酒菜 对它就海上凤梨 对不对 它就是长得像凤梨 但它其实是一种 它像是什么 它口感是什么 脆脆 很有嚼劲 有点像章鱼那样子的嚼劲 有点QQ的 对对对 OK 我觉得很可爱的是 它完全用了一个水果的形态 去称呼它们 但打开之后 它们其实是闲食 是正餐 来这边吃龙虾 吃海胆 哇塞 好享受 在泡着汤 然后放眼望去 一望无际的海景 就在你眼前 对 哇 真的是 你在那边待几天啊 因为工作关系 其实都是很匆匆妈妈啦 不过就尽量 尽量的那个感受 当地的一些风景 跟自然人文 对 我觉得真的是会 让人想要多多的停留在这里 对 每次都觉得不够不够 还不够 是 那既然在这边 这是哪一站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在 田野田站 田野田站 好 所以在田野田站 除了这个罗赫庄之外 还有什么 你想跟大家分享 田野田站那边 附近有一个 北三骑的 一个海岸的景点 当时我 当时他们说 当地人说 就是会 邀请我去搭他们的船 去看他们的海景 就没想到 隔天一大早在 在港边等我的 是一艘渔船 是货真价值渔船 渔夫告诉我说 他早上才刚 才刚去捕鱼 回来 然后回来稍微 清洗再载我 然后我心中想说 不是应该搭那个观光游艇 对 对 我也是满腹的疑问 然后可是 等到搭上那艘渔船 然后到海岸去玩的 去看风景的时候 才发现说 真的要搭 渔夫的船 才能够 这么逼近的海岸 去看到那个 大自然的壮丽 如果你是搭那种 观光的大船的话 其实远远的看 固然美 可是没有那种 生力其境 很直接接触的感觉 等于说你直接跟着渔夫 去感受一下 当地渔民 他们在捕捞的过程 甚至到了他们 捕捞的这个地盘了 所以在那里可以看到 除了你带你去的渔夫 还有其他的渔民 他们正在作业中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 就是因为 也是因为三一海啸的关系 所以大家其实都会好奇 那自然而来 他们当地其实也就把 这样子的经历过海啸 这样子的历程 成为他们一个 一个说明解说的 一个故事之一 比如说当时在我的 这个渔夫 他就曾经经历了一段故事 他当时在三一的时候 当天正好带了几位学生到 海边做淨滩的工作 就是捡垃圾 然后当时他就先发生地震 那因为他从小在当地长大 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于是他就赶快 要那些学生赶快往上爬 那他自己呢 他不往上爬 他就开了船往海边走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 他要去追浪吗 我觉得 我就想说 这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吗 他说不是 这是为了相反的 这是为了保住他的船 他要让船不要被 就是被冲进来的时候 撞坏对不对 对 所以他要赶在海啸之前 先冲出去 他就看到海啸 在他的前方产生 然后冲到了海岸 这个到 我看到你在田老站 也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海啸的遗迹 变成了他们当地人 最棒最棒的一个 学习的历程 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里 所以他们也用这样的方式 传承给他们的下一代 遇到海啸的时候 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是 田老人 田老的朋友告诉我说 他们当时 因为他们历年来 经历了过很多大海啸 那每一次大海啸的时候 都会很多 造成很多伤亡 那甚至于说 全家灭亡都有可能 整个家族都灭亡 所以他们从小 就家里的人会告诉 长辈都告诉他们说 遇到海啸的时候 觉得要 不管别人 要自顾自的往前跑 那我们听起来 好像这是一个 很自私的行为 好像你怎么可以 不管别人 对 我们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自私的行为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可是他们就说 一定要这样才能够为 每个家族都有一个 留下来一个神迹 这样听起来 其实是另一种 很感人的方式 我们要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来 带大家走走智慧线 跟神秘线 哈喽 欢迎回来 走吧去旅行 我是佳安 今天很开心 要跟小玲分享了 这么多岩手线 我们真的是深度之旅 来到岩手 跟着生命线 感情线 我们接下来走到的是 手座温度的智慧线 来到这边呢 其实它有很多在地的 一些手座的一些 好玩的东西 其实我们游客来这里 是不是也可以体验一下 是 比如说像当地的 传统的手工艺 叫做行蓝 那其实这是蓝蓝的 一种另外一种形式 那在当地也是可以 体验到蓝蓝 那首先要是说 介绍一下蓝蓝 因为其实这几年 其实在台湾也有那个复原 复兴台蓝蓝 这样子手工艺的 这样子的一些手工艺品 那如果去过蓝蓝工厂 你都会知道 那其实那个味道 其实是会让人家 那个退避三出 倒退三步的 感觉有点像化学药剂 对不对 就是会有点 酸酸脆脆的 对不对 那个颜料必须用养的 又养出来的 我记得之前 去参观过蓝蓝的工厂 他们师傅会告诉我说 蓝蓝 fark 刚卵液就像老婆一样 要呵护她 不能让它太冷 不能让它太热 然后如果说觉得她 燕氧不足的话 要给她一些糖 覺得他可能心情不好的話 要給他喝一些酒 要給他一些養分 哇 這麼特別 所以那個染缸是被養出來的 其中有一個藍藍的老闆告訴我說 為了這一缸像老婆一樣的染疫 他根本就沒辦法出國太久 陪在他身邊 就像他的老婆一樣 不然至少帶著走 沒有啦 開玩笑 帶著染缸移動 所以在日本很多地方都可以體驗藍藍 我想要介紹 岩手這邊的話 就是有一個像手工藝村這樣的地方 你可以在那邊體驗藍藍 做出自己獨一五二的一塊藍藍布 我覺得藍藍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跟著那個顏料 甚至跟著你手作的 你的抓皺啊 抓折的不同 你可以自己創造一個新的東西 一個新的生命的感覺 你很厲害 真的喔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這種東西 我覺得那是很獨一無二的 大家都說我們不想要撞山 而且藍藍他有個好處 他就是因為他的天然顏料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就可以有防紋的效果 古代的武士呢 他用藍藍來 如果是受傷的話 用藍藍聽說也有止血消毒的 這樣的效果 所以這是古代人的救命單嗎 萬用不 然後就是比如說在聖岡他有一間老店鋪呢 他就是自古以來就是為了聖岡那邊的武士製作那個衣服的一間公司 他就是一個量身訂做等於是為武士量身訂做他們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規嘛 就為他們做一些所謂的形染就是形態的形 下面一個土的那個形 所以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才創造出這個形染在當地的一個印象 對 很有趣的是 這間店鋪呢 你可以在那邊買到一些產品 比如說用型染做的包布包啊 或是明片夾啊 那上面的圖案呢 最有趣的是上面的圖案 那些圖案可能都有好幾百年的歷史傳承 哇喔 其中有一個圖案叫做千鳥紋 它就是大概是三四百年之前的一個圖案 OK 所以他們把它傳承到現在 對 那你可以把它買這個產品 你就會覺得說 哇你好 跟這三四百年前的那個物資一樣 有那樣這個產品 嗯嗯嗯 哇這個真的是 這就是當地的特產了對不對 是 所以去的時候千萬不要錯過 可以來到 這個是南部形染 所以來 這是在哪邊啊 靠近哪一站 在聖岡 在聖岡 所以來到聖岡 真的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原本還想跟大家分享很多的 嗯 因為來到這個圖案 有好多的傳說 對不對 包含像河童啊 我們要到遠一點地方 到原野去 遠是遠方的遠 也是荒郊野外的野 原野 那個地方呢 就是因為它比較鄉下一點 然後保留了很多 自古以來的日本傳說 嗯 那我們所 我們所聽到很多日本的妖怪傳說 其實很多都是從原野那邊流傳出來的 嗯 像是河童啊 做夫同子啊 嗯 這些故事呢 就要帶著這個 小玲的這本書 日本研手掌心上的奇蹟旅程 裡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動人的故事哦 等待大家一一來發掘 其實我覺得最感動的其實是在你整本書裡面 不管是穿插著不同的站 或者是不同的旅人 甚至是不同的在地人用你的觀點去感受他們在重創之後 怎麼樣堅強起來 我覺得這其實是可以反映出我們人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它 是 我記得我每次去再回去研手他們都會告訴我說 我們復原的很好請來看看我們 嗯 所以也是這個這樣子的一句話 他們這樣子的叮嚀這樣促成我寫了下這本書 也希望讓台灣人 嗯 吸引台灣人能夠去研手看看 是大家記得有空的話我們也到研手去看看他們 感受一下他們現在的生活形態 他們很棒 而且也期待大家一起去跟他們分享 今天非常開心 謝謝小玲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研手線的深度之旅 謝謝囉 謝謝佳安 謝謝聽眾朋友 謝謝 拜拜